今天的阿公阿嬤当主播单元 邀请到的是下层社区发展协会的五彩城 来播报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 我是主播五彩城 下层社区在281项打造了一面砖雕墙 构图是以柚子树来呈现 主题叫做烘焙意象 希望借此推展社区已经成立 相当多年的烘焙产业 面包 蛋糕 牛角 昂骨桂等美味可口的点心 全都变成了砖雕墙上的主角 正面砖雕墙是下层社区 最近在281项洞内全新打造 整体构图是以柚子树来呈现 主题叫做烘焙意象 是由下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陈彦凤所发想 他表示下层社区发展协会成立烘焙班 已经有相当多年时间 享有名气 为了能够推展社区特色 因此将社区烘焙产业图像 变成了专条艺术 镶嵌在社区想弄中 为了要推销社区烘焙班的那些食品 那就是因为要增加曝光率 只好用我现在是申请后面的这一块 是文化局计划案里面的 来跟各位讲 就是说我社区有这个班 如果有人喜欢的也可以来上课 然后如果要想订的订柚子面包或是面包类的东西 也可以来社区跟我们老师订 而向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真子 也亲自参与这次专雕制作活动 他希望这面专雕墙可以成为社区一日游的解说图 为社区产业创造效益 因为要有这个印象让他们好像在贴在这个墙壁上 让他们有点印象 看到了 哇我们这里也有烘焙 也有烘焙要做什么这些成品出来 以前还有黄瓜粿啦 还有七角粿啦 还有什么这面面包什么种种的 艺术家陈锋显则期待 结合了专雕艺术 能够为夏城这个老旧社区注入新元素 让更多人看见夏城丰富的人文内涵 七十多年被政府列为禁建区 那维持它一个很淳朴风气的一个社区 我感觉这个社区有它的味道在 本身也是这里的里民 那我就把这个老社区的这个氛围 跟我的艺术呢结合起来 夏城社区目前已经有石头面专雕墙 专家艺术不仅打造社区新风貌 也凝聚了居民的相信力 更丰富了夏城社区的观光资源 记者声明正门期 新店采访报道